好 接下来看到就是华人居民很多的洛杉矶东区罗兰钢 今年的学区教委选举五抢二竞争激烈 有两名的华语女将来参选 包括了聂曼丽以及许竹云 还有三位主流人士 头要前夕呢他们都呼吁华人 为了下一代的教育选贤与能 请踊跃的出来投下神圣的一票 罗兰钢马车日大游行六四几个队伍好热闹 民众夹到欢迎现任教委聂曼丽跟其他教委坐着专车来参加 社区活动不缺席 罗兰钢华人社团举办的教委候选人大辩论会上 他是唯一现任教委寻求连任 跟其他新人相比高知名度和深耕社区二十年 加上现任优势主打政绩排很轻松 还得到美国华人政治联盟的背书 是进选罗兰钢学区的教委 我也是现任的president 然后我在这个职位上 我已经任职罗兰钢学区教委12年了 另外也有两年是personnel commissioner 所以我非常了解学区的作业状况 还有学区的一些的工作情况 除了练曼丽 还有一位华人旅将参选许竹云 一个政治庶人来自罗兰港华人企业家族 马车日大游行STC资产管理集团 每年出钱出力最捧场 在车上打鼓的许慧清 是STC负责人许竹云就是他亲姐姐 STC参加金头老节目 许竹云和马树芬老师一路过关斩将 拿到了大奖为选战 博得好彩头 是他自己选择的 我觉得是应该做一点公益的事情 应该是能帮助社区一点事 应该是好的 我两个女儿都在学校 都在这个学区里面 所以我知道一些就说 想要把学区做得更好 那再加上我自己是做房地产 我知道说我们学区好的话 进而带起整个社区的价值 两位华人女将大对决 背后有华人竞选的恩怨情仇 想要挥出拳雷打双双上榜 有可能也有挑战 这场五选二的选战 还有三位主流人士参加 包括36年资深女老师 Freyman 陈老师进军教委 华人女婿韩弗瑞 居住罗兰港30年 也来抢华人选票 马尔金 罗兰港41年老居民 危机专家要来抢救罗兰学区 这场选战 选民可以投两票 支持两位候选人 选嫌宇伦 罗兰港的选民 用选票来决定他们的命运 东京新闻团队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